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就是因为呢 我在这觉得太闹腾 但是呢 我很理解就是身在台湾的 我的很多台湾朋友 他们在大陆啊 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啊 台湾很好 很舒服 非常好 但是就是好像有点这种与世隔绝的那种 人呢 都好像都慢慢的软软的 我觉得主要可能因为跟我做新闻 然后做政治评论 这个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就一天到晚就闷在那个环境里面 然后事情呢 它都没有进展 我说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面 那个薛西佛斯 我们好像被诅咒了 一直不停的在推那个石头往山顶上 但你到顶的时候它就下来 你到顶的时候它就下来 可是一直推 一直推 一直推 所以那个那种的感觉是很苦闷的 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 这是好多台湾朋友 龙印台 林怀明他们提醒我的 唯一解决方法这个才是台湾 不要看新闻 当然更不要做新闻 不过你那种慢局啊 好像推石头的慢局 可是偏偏我就做这一行 但是咱们这个观感就正好相反 你知道吗 都是想着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到台湾就喜欢看新闻 我觉得好好玩 像一个家庭电视台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很亲 让我觉得好亲切 觉得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么一方宝地 然后呢 谁家丢了猫 那就是911事件了 猫丢了 是吧 我觉得很好玩 当然 这种观感很有意思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今天想请你讲一个最近的新闻 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是吧 这个柯文哲呢 他现在台湾的发展要南向嘛 所以到东南亚去推销自己 但是我发现从台湾岛出来的这种 他这个说话很有意思 左踩香港 右踩新加坡的 先说这个香港说 人家到了人家泰国嘛 泰国就是说 我们就是很多游客都去香港 结果柯文哲呢 就是说香港很无聊嘛 就那么个小岛有什么意思 你可以看看这个新闻 香港很无聊啊 香港就一个小岛有什么好看的 好 好 柯文哲出访东南亚 不忘算香港很小很无聊 一旁发言人听到超傻眼 一声好了不够 还闭眼叫市长别再说了 就怕惹毛香港人 没有啦 我以前去香港你知道 就是最多就去太平山看一看 可是我说我觉得杨明山夜景还是比他漂亮 哎呀 真的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 代表他道歉 对香港人道歉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台北市民啊 我也很难代表他道歉 但就关键就在他是市长 因为在某个程度上啊 市长就好像是这个城市的名片一样 就我们这位市长呢 他的名片上印的这个名字呢 带有日本风啊 四个字 姓夜郎叫自大 他会说话 哎呀 真是 真尴尬 我觉得喜欢他 不是 江慧 今天你注意到世界潮流嘛 这是个奇葩的时代到来了 就是哎 过去台北市长是谁 我从来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就这柯文哲我知道 哎 他对我们来说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人来说啊 他就是就像 比如说我姐喜欢看那个特朗普嘛 每天不见到他 我就觉得睡不着觉 哎 他给我很多快乐 就包括柯文哲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性格很有意思 你在台北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一个不再在乎别人的感觉 然后很自负 然后呢 很直接的一个人啊 所以我觉得文韬讲的完全没有错 就是很多的民众呢 其实也喜欢他这样 有选票吗 而且特别都是 就是有选票 民主政治不就自作自受吗 就台北市民 大家选出来这样子一个夜郎自大的市长 就因为我们已经过去长期以来 太多的那些官腔官吊 然后没有真性情 就是每一个政治人物像个橡皮人一样 你突然看到的是一个真人 然后敢爱敢恨敢说 然后不怕丢人 然后呢 还自得其乐 自我感觉良好 我觉得这是一种投射吧 大家已经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觉得说要一个比较有 就像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但是另一方面 他能力怎么样 就不怎样啊 他就杀了 对啊 所以这就 这就很 很悲伤的一件事 大家喜欢一个 所谓有血有肉的候选人是一回事 喜不喜欢一个有血有肉的市长 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的名义率 支持率很低啊 低得 好像悬崖一样 跟蔡英文一样嘛 这样掉下来嘛 而且你刚说 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更具体一点 第一个 他是典型的台湾某一类 受过高等教育 医生嘛 对 不是一点文化素养都没有 可是这真是 这是很多医生都 没教室说 对不起 很多医生都这样 就是他非常的会读 医生有两 有几种型 非常的极端的 就像柯文哲这种 非常的会读书 但他的人生的世界里面呢 就是只有书本 就是他没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内涵 可是有一类的医生呢 家里面呢 就是音乐又好 素养又高 所以就是很特别的台湾的族群 我跟你说 我能理解 你知道这些大医生啊 平常求他的人多呀 他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啊 放言无忌的这种语言的态度 我有一阵闹了点疑似那个心脏病嘛 我们老板对咱棉工都很好了 是吧 帮我找一个北京的那个特别著名的心脏病的专家 好 我发现他真是有他的性格 是吧 他抽烟吗 抽烟吗 我说 对 我说 心脏病医生 毛泽东 抽烟 活得多大岁 邓小平最后戒了烟 活得多大岁 是吧 没事 你这个根本就没关系 就是他平常这个讲话啊 确实是有他的个性 可是你要有懂得你的权力在手啊 他的美品在哪里啊 你说他读书 他这个不叫读书 他懂了考试啊 假如你真的是读书人 读完那个书 应该对你会会会有改变气质嘛 第一个你看他造型嘛 穿的衣服什么话 堂堂的市长穿了 然后总是把裤子拉到像胸口一样的 停止一个肚皮 他是代表台湾的 台北的哈 第二个 你看他其中真的太多的乱七八糟的事 其中一个最最好笑的 一上台 不是不准那种公立殡仪馆出病 不准你再挂晚年 对 改用什么 跑马灯 电子的 电子的跑马灯 结果嘛 好多人那个老爸去世了 以前都晚年嘛 一进去你看到晚年就会想哭的 像不是都是跑马灯 以为在看你报的新闻一样 我父亲什么什么去世什么 那这个完全是把完全分不开什么叫做文化传统 完全傲慢的这个把所有来改变 所以他这一次这样对待我们大香港 当然不会惊讶 我觉得他不是最可恶的 最可恶是他站在他刚才旁边那四眼仔 那年轻人说好那个 对吧 你干嘛 他是谁啊 到底发言人子 他是台北市的 对啊 你干嘛要 你不讲话就行了嘛 你在旁边附和他 有时候他这样讲 其实谁都讲 市长 你在旁边还替他叫好 不是 那小哥不是附和他 他是觉得守着这位大神啊 整天说错话 他是想赶快收科了 就跑了 他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叫喊好 我觉得鼓掌喊好 不过这个就台湾政治人物的世界观 这倒有意思 我记得前些年还有一个挺著名的 就是陈日典当政的时候 底下也有一人说新加坡啊 就是个比史大的一顶 对对 他是台湾的外事部门首长啊 这个陈唐山倒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类型啊 就陈登上本身 他的这个文化各方面倒是还挺不错 但是他的语言的粗俗 我觉得反映了一种 其实就是像刚才嘉辉说的 他们的这个语言的系统上面 就是对于文字上面的这种讲究 我觉得太差了啊 然后呢 接地气吗 接地气 嗯 但柯文哲呢 他就是一个 就像刚才文涛说的 就是当医生啊 是最接近神的一种职业 所以他就是有种闭逆感啊 你所有的人进到医院来 你真的就只能听他的话啊 然后偏偏呢 柯文哲呢 他又不是一个 他还不是神医等级的人啊 他就是急诊室的一个统筹的 这样子运筹帷幄的一个医生啊 根据他的医生的同事 还有他的同学的讲法 他其实是不能开刀的 哦 我原来以为他是这方面的大家呢 没有吧 陈水扁 他不是说 柯文哲 柯文哲 他开刀吗 没有没有 不是 他就是一个急诊室 他就是一个急诊室统筹的那个主任 这里凉凉血压 不是 就统筹 统筹行政方面的 而他当初呢 之所以呢 因为他是在台湾是叶克摩专家嘛 对 他之所以当叶克摩的专家 就是因为台湾另外一位真的是神医啊 这个魏征医师 他的医术太好了 所以呢 就抢走了台大的很多的风采 所以台大的 他就好像把连赞的儿子的大胖子 我就说他不是 他说他是救命恩人 他救他的 不是不是 他就不是动刀的医生 他也不是急救的医生 他就是急诊室的那个主任 他就是在统筹帷幄的 哦 他不是动刀的医生 所以那后来呢 就是因为那个魏律师他太强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台大系统的 那位这个心脏的权威呢 就派这个柯文哲呢 去去美国去学叶克摩 因为学那个叶克摩呢 就是要让手术台上的 这个动完心脏手术之后 手术台上的死亡率降低 哦 所以其实柯医师他不是 他不是一个动刀的医生 所以呢 他是个大嘴巴的医生 象象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回事 好 这个嘉辉 这个香港特区政府也反击了 这个香港旅游局的发布这个数据 说我们香港的确是小 但是每年游客比台湾不知多到哪去了 但是这个事情有意思啊 就是我因为有很多台湾的这个朋友啊 我觉得呢 你看最近有一个在上海的 一个台湾的小哥又火了一把 他就是等于是在这个 网社交媒体上啊 跟台湾人喊话 就说啊 我们台湾人啊 就不要这么自我满足了 对吧 自我得意了 他说我在上海啊 用一个手机啊 什么送外卖啊 买东西啊 方便的不得了啊 这个网啊 吊打台湾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 台湾不要夜郎自大 人家那个大陆了 现在比我们先进的多了 你知道类似的 我在台湾其他的有的综艺节目里也看到 哎呦 我上次是看见一个女嘉宾在那讲 说哎呀 你们还以为大陆农村多么落后啊 我跟你讲 大陆那个农民 他就是一个手机啊 他跟连通全世界啊 我们台湾怎么差的太远 台湾是不是人现在有这么一种心情呢 是呃 的确他讲的是事实啊 这大陆当然因为很大 他的那个城乡差距非常的大 可是你光就上海这些地方来讲的话 台北的确就是台北和整个台湾 真的是很落后的啊 我觉得台湾很特别 就是我们在1997年啊 我们度过了这个亚洲金融风暴 我们是唯一没有被被冲击到的啊 那个时候呢 他就是四小龙的最后的一个光辉 就停格在那了 就我们在进入21世纪初的时候呢 我们就就就停格了 然后呢 所有的东西呢 他就像是一个偶尔呢 就像电影慢动作一样 缓步的进行一小步啊 然后嗯 在不管是电子支付或各方面的来讲的话 他就完全没有进展 所以呃 这真的是一件蛮蛮伤感的事情啊 呃 你看我们20年 香港回归都20年了 我们一个机场捷运才通车 所以 对 那是蛮夸张 所以 这个真的是很很离谱的一件事情 而且台湾真的很小 就是 但是我们的整个的规划呢 却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 你说深圳线的这个人均GDP 都已经超过台湾了 哎呦 那都有将来超过香港啊 也是指日可待了 没有 当然你说超不超过 我们都知道 除了GDP 还有GDH嘛 幸福感 Happiness 对不对 那假如算GDH的话 那我看台湾非常高 对不对 每个人觉得生活的非常愉快 所谓的小确幸 小确幸啊 玉子过得很快乐 我经常回台湾 我经常回台湾活动 演讲 座谈什么 每一次回去也很舒服 可是有时候会担心的 就你觉得每个人都觉得太舒服了 以追求生活上面的小确幸 幸福感 幸福感为最重要的 当然有时候逼没办法 你没工作 没工作 不如每个年轻人在讲什么 想赶快找个工作 然后呢 传一点钱 在我家的小巷弄 巷口 开个小的咖啡厅 然后呢 整条巷的人也在说 也在讨论 我们家的巷 有没有咖啡厅啊 有没有家巷样的咖啡厅 有没有一家妈妈店什么什么 面包店 那我感觉就是说 当然很舒服 可是木就木气沉沉 那觉得好像就这样呢 就这样生活生命 这是以追求 当生命以追求小确幸 为第一要物的时候 当然 那你付出的代价 就是没有大致 没有大致 有时候不容易冲出去 你说的对 就是现在有些台湾人冲出去啊 我就注意到 我的台湾朋友的观感啊 很有趣 比方说上海 就像这个台湾小哥一样 这上海真是 这个繁荣的程度啊 这不是台北能想象的 然后到了北京 又会觉得 北京确实是一个权力集中 他能感觉到这种 大国的那种 就是觉得 哎呦 跟这些人一接触啊 就等于真是权力中心 文化中心 那个体量啊 他会有那么一种感觉 还有台湾一个作家 这作家呢 我觉得跟我们这个 大陆的统战工作也差不多 概括一句话 就是说 你不会嫌自己的妈妈丑吧 对吧 而不嫌母丑 就是说 哪怕这个大陆啊 他说 我不知道大陆的这个贫富差距 有没有问题 人民的幸福感啊 包括体制上的很多 有没有问题 他说即便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很好 是吧 你会嫌自己的妈妈 就儿不嫌母丑嘛 就是这个 但是我说的是啊 这个相互的观感 确实是个人生观的问题 就是你比如说 呃 我现在发现所有的成功人士 包括李安 大导演 都真正告诫我们 就是人呐 不能想着舒服 就是好像说 我一辈子都在挑战自己 我让自己不舒服的 那个部分 比如说我想你 你到台湾来到香港 可能也会是 跃出那个特别舒服的 一个圈子 接触一些 可能会让自己不舒服 他们认为 似乎这是成功之道 是 我觉得这其实有点无奈啊 就是说 像不管是在上海的 那个台湾小哥啊 他敢感受到这个 上海的这种便利 以及在北京的那种大国感啊 可是呢 呃 就是他为什么要去上海工作呢 他只是去游玩吗 那他的那个 就变成是说 他在台湾 他的薪资各方面 他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说 嘉辉提到说 大家在追 追求那个小确幸啊 这个追求小确幸的背后 其实是不是带着 更深沉的无奈 因为他追不到大幸福 当你 当一个 一个地方 他的薪资 16年来不成长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严重的倒退了 那 你在这个地方 你没有看到 所以我说 我们就在这个 世纪之初的时候 21世纪初的时候 台湾就停格了 他的这个停格呢 让 你如果在心态上面 你还没有办法 就说能够到 那其实算了 无所谓 没有关系 那我就追求小确幸 那你人 那你认识怎么过啊 台湾人现在生活 那你认识怎么过呢 感到很辛苦吗 不 就是说那你 可是就是他没有那个 他没有那个追求 大幸福的环境 跟条件的时候 你就必须 你就必须停留在那个 寻求一种 小小的满足的感觉 这跟幸福不一样啊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状态 那幸福快乐种种 自己定义 自己诈诈观嘛 比方说上海 在上海生活的小哥 你刚问得很好 那去上海干什么啊 等等 你考虑你要的是什么 那假如对好多人来说 我们笼统区分 快乐跟快感 对啊 那么便利用手机 完全掌握了生活 所有面向 对于好多人来说 包括我 那是快感 可是满足是一种 很抽象的感觉 对不对 诈诈观的诈诈观 就说 如果我在当下 比如说 那我这小门小户 小家小院 煮个咖啡 那种那种日子 我觉得这种日子 你很满足 那当然很好 可是 它的整体的气氛来说 并不是一个 大家是满足于 现在这个状态的 而是一种 带走一种 我觉得比较多的是一种 困局感 我觉得是那种困局感 如果说 不是有那种困局感 然后为什么我们天天要喊产业转型呢 为什么那天到人要这边喊提升呢 为什么当这个 大家讲说 我们早就已经不是这个四小龙的时候 他还要说 其实我们哪些方面的还比别人进步呢 就不是 就当你自己追求的目标 跟你自己心里面 跟你现在面对的状况 他一直在拉扯的时候 你就当然会不满头嘛 你看我喜欢台湾 是因为我的这个审美 可能我喜欢落寞 但是我并不用在那生活 是吧 发现了一个年轻人 他这落寞到底是无奈 还是一种美感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你们俩刚才的讨论 其实很有意思 你看我在游走两岸三地 我都感觉各有各的苦与乐 比如说在大陆 是吧 这种经济高速成长 你知道伴随着人的心态 焦虑浮躁野心勃勃 如狼似虎 那就是年轻人一方面 觉得特别压力非常大 非常久 甚至别人在北上广 你活不下去 现在就是对头不得不离开 这个生活成本的高企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所有的公司都在说 你要有狼性 你要像虎狼一样去 就野心勃勃 但是呢 你像香港 你感觉像是快速运转的 这个输送带 这个机器 可是你看 你刚才讲台湾 我就想起我在日本 我去日本 日本的人跟我讲啊 说这个我们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啊 不行 说为什么呢 说没有野心 说你看你们大陆的孩子 多有野心 说现在日本 他说这个日本的一个小男生啊 你提升他做科长啊 他不做的 他不 我给你加薪 我不要的 我做科员压力比较小 你看我做一个经理 哎呦 我觉得压力好大 他说甚至连追女孩子都没有什么野心 可能说日本风俗也比较发达 他说我们倒觉得你们大陆 什么一个人找几个女人 这是一种 一种志向啊 是一种野心能量啊 现在日本的很多年轻人 连追女孩子都懒得追 就是他就似乎表现出一种 你说他是一种什么 我又想到台北的 他们这些年轻人 他是好舒服 嗯 对吧 好像对什么都没有特别强烈的 欲望和愿望 甚至他们很多人也 臭这个台湾小哥在上海的 说你这样呢 你就在上海待着吧 你永远会回台湾 我们自己活得挺好 哎 我又觉得 当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如果世界能够永远不变 生活成本永远不高 这样一种日子 是不是也挺好 我也 对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就是到底是不是我们错了 就是说 呃 我们 呃 我们台湾 那我们就讲 我们这种五年级啊 四五年级啊 那大陆可能就是讲 什么六年级啊 什么六零后 七零后的 六零后 或者是五零后的人 就我们是不是老觉得 有一种想象 去套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觉得说你应该积极 你应该上进 你应该进去 你应该什么 但他的 他的生活的价值观 他不是如此啊 他活在一个 呃 那种白手起家的年代 已经一去不返的 这个时刻了 那我 我拼了老命 我拼了死命的追求 我也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变马云 我也不可能是马化腾啊 或说在台湾 我也不可能变成张周末 我也不可能是这些人 那我求我生活的小确幸 有什么不对呢 你们干嘛老在说 我们不上进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嘛 是 所以这是不是应该反省的是我们老人家 50岁的人在忧心中 这个怎么办 因为50岁的人成长的经验 像我这 我们心中有责任两个字 而且也需要这责任 讲的不仅是什么国家大势民族的责任 我们要养家 通常我们上一辈 比如说我上一代没有社会保障 没有退休金等等 我们要承担 所以我们就我这一代就有这种价值观了 然后我们熬出来了 好歹有个小康局面 我上一代不需要 他不需要 他大概可以了 除非他运气太不好 所以香港好多年轻人是怎么样 不要说不愿意提升科长 连工作都不要 你不要给我一个固定的长期的工作 每一个都是这样 我同时打三份工 我可以在这里 或者说接一个project来做 做完三个月 我在休息旅行 去好多香港人眼中的故乡 日本 去旅行一下 对香港年轻人好多人 听起来一定很生气 汉奸 就说去哪里啊 小朋友 回乡下 回哪里啊 中山还是乔州还是什么 日本 东京 京都这样 然后就这样过着玉子 台湾也是 对有他的价值观 台湾也是好多的年轻人 都好喜欢日本 就是像回家一样 台湾的中老 老中青都喜欢日本 也是也是 一年老三四是日本 也是也是 香港是年轻的喜欢日本 香港啊 很特别 就是因为其实在两岸三通以后 香港的这个地位就不这么重要了 所以它就不像像我这种 我们还在那种 两岸不三通的年代的时候 我们出国